男一男子被其他人嫁住 但還是情緒十分激動 要往前衝撞 眼見場面逐漸失控 遠景噴辣椒水壓制男子 我看不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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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色的辣椒水噴在男子臉上 他受不了刺激 閉眼蹲下 旁邊有人拿水來讓他洗臉 但他還是不配和警方 持續在現場大鬧 旁人勸阻無效 多米遠景包圍男子 有的抓腳 有的壓住手 將他控制後帶上警車 過去警方做了酒測 男子酒測值高達0.47 完全不聽警方勸阻 遠景為避免現場民眾受傷 保護其他人 知人身安全 立即噴灑辣椒水壓制 原來男子濫醉在繞進現場 大吵大鬧 一旁民眾勸他離開 他也不聽 連警方到場他還不收斂 叫囂之外還試圖攻擊民眾 警方最後祭出辣椒水攻擊 才讓他安分一點 最後被依違反市委法送辦 三宣黃記者 古仙高雄報導